大家好,我是小池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新手养亚洲巨龟食问 今天分享的是亚洲巨龟只吃肉不吃青菜 出现这个挑食或者是偏食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亚洲巨龟是典型的杂食杏龟类 荤的像各种肉类和虫子 素的像各种瓜果蔬菜都吃 但是也会出现挑食或者是偏食的一个情况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原因呢 小池简单分析一下 第一个可能是个体口味的一个差异 跟人一样 有的亚洲巨龟可能对某种食物不是很感冒 青菜肉类但是都爱吃 但是可能有的就喜欢吃红薯叶 有的不爱吃白菜 有的爱吃南瓜 有的不吃冬瓜 就会有这个偏食或者是挑食的一个表现 第二个呢 饲养习惯的一个影响 每个人投喂食物或者是饲养方式不一样 某个龟呢 可能长期投喂某种食物 或者是某个品牌的龟粮呢 就可能会出现偏爱某种食物 或者是某个品牌的龟粮的这种表现 这种情况呢就建议龟友即时咨询卖家 根据卖家的一个饲养的情况和指导 进行调整 第三个呢是肉食性的偏食挑食 偏素食的情况呢 还好解决 因为素食只要相对更换一下就可以了 肉类呢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心味 龟类吃过第一次或者是经常投喂的情况下呢 在投喂素食啊或者是龟粮呢 就可能出现挑食不进食的一个情况 一般呢 龟友呢都是在想龟长得非常顺速啊 或者是龟长时间没有开口的一个情况下呢 才建议龟友适当的投喂这个肉类 快速的补充蛋白质这样子呢 就有利于亚洲巨龟个体的一个顺速成长 以上三个原因呢 就是可能亚洲巨龟出现挑食偏食的一个原因 那么亚洲巨龟出现这个挑食偏食的情况呢 应该怎么处理呢 小子分享两个小建议 第一个建议呢就是饥饿法 通过二一到三天的一个操作呢 矫正这个亚洲巨龟的饮食结构 把亚洲巨龟稍微二几天呢 再投喂想要喂的这个食物 龟粮或者是青菜瓜果 这种龟类呢 其实小二几天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不用过多的一个担心 第二个呢 建议就是混合饲料法 将蔬菜和肉类 按照七比三的一个比例进行混合 可以打磨混合成一个 混合的饲料再进行投喂 这样子呢 各种营养呢都可以得到满足 投喂龟粮的龟友呢 可以通过把几个牌子的龟粮混合在一起进行投喂 预防呢出现偏食某一个品牌龟粮的这种情况 其实偶尝的一顿或者是一天这种食欲不佳呢 有时可能是因为龟吃的太饱没有得到完全消化 那么也有可能是温度天气这种变化呢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个影响了龟的这个食欲 这样子的情况呢就需要我们多观察 其实只要不是肠胃问题呢都好解决 只要龟的一个精神状态 温度条件呢都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呢 稍微挑食偏食呢都是比较好处理的 就根据小池的这个两个建议进行一个操作 那么这个仅是小池个人的一个方法和建议 仅供大家的参考 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